今年1月新人訂婚 在新娘子一旁 笑容燦爛的就是詹夢珍 原本要在婚禮上 當伴娘的詹夢珍 因為車禍受傷無法如願 她是同車7個人當中 唯一的生還者 目前傷勢穩定 但醫護人員到現在 還不敢告訴她 其他朋友的消息 沒有直接跟她講這個事情 但是應該她很多人 因為她接觸的 從檢察官 警察 還有她的家屬 還有她的同事 同學 她應該清楚了 出發前 大家在車上自拍合照 詹夢珍原本坐在 第二排中間位置 兩邊都有人 車禍發生當時 她跟坐在左邊的張馨儀 被拋出車外 躺在國道上 張馨儀頭部受創 傷重不治 詹夢珍骨盆骨折 但沒有直接傷及頭部 現場救援的警銷 都覺得詹夢珍能生還 相當幸運 你要看當下 車子撞幾個點 還有她半部的情況 你可能甩出來 沒有被車壓到 詹夢珍被送到醫院時 告訴警方和消防人員 車上一共有七個人 於是大家擴大搜索範圍 才又在一百公尺外的草頭內 發現原本坐在後座的 林維毅和王子儀 請工人再持續問那個傷者 最後那個傷者跟我們說 車上總共有七個人 所以我們再擴大搜索範圍 大概一百公尺左右 詹夢珍畢業後 在保險公司上班 因為業績好 經常被公司招待海外旅遊 她目前擔任鄉禮 相當的好學 還到大學進修 雖然沒跟爸媽住在一起 但她都會以賴關心 他們的起居 這次張夢珍幸運生還 但車禍的陰影 跟朋友罹難的噩耗 在往後的日子裡 恐怕令她難以承受 記得彭志明 邀利報導